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重要的时期 这次担任男主角的王中平 对于当兵时候的回忆 已经是长远之前了 但是你知道吗 王中平本身的形象 就因为比较憨厚老实 刚刚好和本尊翁敏赐的 外貌气质非常相似 为了让王中平 可以更贴近本尊的性格 制作人特地加上了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的桥段 让王中平走势在现场 忍不住地想要立正 扫兮 当然了 也因为耿直的反应 在片场带来不少的欢笑声 除了要变身成为 阿兵哥这个角色之外 制作人还丢出了 什么样的变化球 让王中平接受挑战呢 赵сы别的 赵物理想要建议 是你的 吃 environ Everyday 要不能亂扮 不停 以及 停 也就是 省 几乎 我 いる 你说 他 已经是 对 我在这里面演一个就是宪兵 一个新兵菜胶 那一个新兵一来了之后 那个学长就把他带到这个地方 因为你知道吗 有时候宪兵要穿得很挺 那要改衣服 那所以会在这边就遇到了那个兴致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是会有很多很好玩的设计 因为我在剧中呢 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年轻人 现在是当兵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口令出来 没有很高兴的就等下一个口令 下一个动作 那所以每次跟老板讲一个什么话 都要报告是 报告学长是 而且呢还要把以前练过的那种 转哦都不能这样子转哦 我的转是这样子 那我没有拍过军教片 因为要重新了 因为要重新了 超演了 那 毕竟我也没有演过军教片 这是第一次蛮新鲜的 香瓶 猜一下 猜一下 我们再猜一下 是 好 好 对 这样 再见 好 再见了 好 再见了 好 再见了 再见了 好 再见了 最难进入的一部分就是 演出一个正在当兵的谈 恋爱中的男生 然后带点羞涩 修念 然后对爱情的渴望 那种样子 以及单纯无学的表情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比较难以达成的一个演出 这样子 这样子 我知道 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 就会非常有音乐 非常有音乐 非常有音乐 又很用心地对待 这样子我就会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两个月 我不是在打仗中 我就是准备去战场 5 4 3 2 有几场戏 比如说我送兵级名牌 给信之的时候 以前的人都要送信物 我没有信物可以送你 但我就兵级名牌送给你 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对我来说 那几场戏 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 因为眼神里面还要带着 大南海的羞涩 羞涩 谢谢你 我有想要跟我们阿爸母说 旁边的时候 我要邀请你和别主 去我家里面 对我现在的这个年纪来说 是有一点点超龄演出这样子 那我努力在揣摩 希望大家到时候 可以给我拼个分 这样子 祝你还要站过来 你能站过来 你还要站在那里 你应该是超级大地 现在都 可以说呢 一部戏 其实 不只演员 我们很多演职员 我们的生命力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拿到剧本呢 是一个很单纯的剧本 我们很努力在里面加入很多的东西 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 除了看我们演出 也希望你们一起分享我们的道具的努力 我们美术组的努力 还有我们的摄影师 我们灯光师 他们努力让你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场景的用心 来 月亮 下午 月亮 等一下 天愷 不要跟我们天愷 报告事 天愷 得?... 还有事情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不禁离解散 解散 解散 等等 你们好 你们好 �에的 吵吵闹闹的生活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感情最好的夫妻 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两个人吵架 最终还是会有一方 必须先道歉示好 对幸知一见钟情的敏次 决定要牵着他的手走一辈子 虽然幸知的性格比较直率 但却不解敏次疼爱妻子的心 这段戏剧让王中平特别有感触 他说到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 就完全可以适应任何的人事物 而是要不断地调整 才可以去面对千变万化的种种事情 当然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是如此 阿爸 阿伯 你来的 那场戏其实是我第一次认识张其慧这一个人 那个那天呢我们就是在翁家的那个菜园里面 很逗趣的一场戏 但是还有更逗趣的可能观众朋友没有看到 因为那天呢那个有一句台词就说 娘济 娘济 听到我讲完娘济济就跑好远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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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直跑 然后我就想说见鬼啦 我只有讲娘济你跑那边干什么 結果他聽成是尿氣 他聽成是 我在講尿氣 然後他以為地上有一隻老鼠 他跑得好快 這個就成為我們劇組的笑話 郭敏仕 你的老總體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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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就恰伯了 你的慣性就好 你恰伯了 你看你的慣性就好了 我努力去揣摩那個心態 基本上就是跟我現實的人生 也差不了多 沒有 就是富裕欺貴嘛 其實我內心的OS是以何為貴啦 我是那個新家親戚 阿嬤做會拍攝的啦 我現在這邊是做人兵 這角色有掛保證啦 什麼角色有掛保證 你跟我爸爸 我的臉上有 罵話說話啦 喔 罵話說話啦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角色 然後他對性質是一見鍾情 然後他也答應了那個性質的爸爸 就是凡事要好好的照顧他 所以說呢 在這裡面他經過一些挫折 然後慢慢的 我覺得他也在調整自己啦 沒有一個人是 生下來就完全適合我們 我們都適合上條件啦 你生長會要穿幾號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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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阿嬤你不要見怪啦 我跟你說 我平常是對我民視 很溫柔 很貼貼耶 喔 有夠溫柔 有夠貼貼耶 常常打到我唱黑市結尾耶 你看他又來了啦 你不要爸爸 阿嬤五歲我好不好 那這樣女孩子感覺就是 難相處 然後呢 常常不給先生面子 對 再繼續 對 再繼續 你介紹一下啦 阿嬤七號一見兩天 都沒有現在的照顧 好 夠賺 基本上我現實的生活也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適應的是還可以啦 那我現在也不能說我不想娶了 畢竟余皓然會看節目 早餐好了也是一種幸福 對啊 不然就是不要說 什麼人比較低賤啦 像你這樣用生三個小孩 還不想坐亂 這樣好 我很羨慕的 繼續下去了 知道嗎 阿嬤 這樣 開心到不記得幫你泡茶 民宿 去泡茶啦 好… 婚姻就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嘛 演出的這個角色 對信之的互動 我還滿甘之如意的就是因為 其實某些地方我在我的生活當中 也是類似這個樣子 兩個人的搭配 有千千萬萬種組合 每一種組合呢都是OK的 就是一個甘願 然後一個任命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好的婚姻 民宿 今天泡茶啊 準備 婚姻 婚姻生活的一個 一種經驗談 也給我們一些 正要步入婚姻的後勁們 互相購免資 郭敏智 你怎麼搞的啊 阿嬤 妳看啦 把我們恰白白啦 憲姻啊 憲姻啊 我沒有跟你說 阿嬤婦他們要來 就是要讓你這樣 風雄看來 他們很高興 你是不知道我會要穿幾號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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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介意 我跟你說 我平常是對我民宿 很溫柔 很貼貼的 沒有啦 很溫柔 很貼貼的 貼貼到方 你看 我要去給他們 爸到黑錢去買啦 不然這樣咧 這兩天 我都沒有說話咧 欸 你實在很挑戰咧 別把爸爸錄給我 好不好 人生如戲嘛 戲如人生嘛 那在這裡面呢 其實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 把我們的人生經驗 演出來 我覺得這裡面 可能有很多 我們觀眾朋友的人生 在裡面吧 夫妻之間的好感情 要如何才能夠維持長久呢 歡迎觀眾朋友 到大愛惠客室的粉絲團 和我們分享您的想法 我們下次再見